作词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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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最喜欢的夜空 闪着满天星 白月光照着你身影 风阵满成桃花 酒香醉人心 莫名香梨 你靠近 晴天遇见 大湿了音乐 怎么就突然红了脸 原来是你回头一瞬间 微笑着看了我一眼 有你的地方就是我的家 随身都带着你送我的花 这一生只有你一人可以为我抒起 不小心散乱的头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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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血情小柱 我回来了 阿饼 你回来了 回来了 你又去给灵儿买桂花糕了 阿灵说爱吃嘛 我就多买了一点 小孩子嘴馋 你别老关着他 我不光买了桂花糕 这是 是 那个 我路过红线庙 我跟你们母子俩求了个平安符 这几天谢谢你们收留 什么 薛灯和神经门三门徒闹翻了 道理很简单 神经门三门徒受够了薛灯的摆布 想要脱离他的控制 将神经门占为己有 厉害啊 云初兄 看不出来 这么短的时间 你就打探到了这么多 关于一人的消息 好了 别拍马屁了 我 我在南昭的那三个月 可不是去消遣的 老大威武 其实你没有必要去纠结 这些对与错 你信我 我一定可以打破眼前的僵局 薇琪 怎么 其实 你还是挺关心我的 对不对 谁关心你 那你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 你心里还是有我的 对不对 我好歹也是你的上司 现在是植物时间 你注意的影响 我不 你明明可以对我不闻不问 如果你不关心 我就不会对一人的事情 这么伤心 说一千到一万 你的心里就是还有我 放不下我 我说了我没有对你 你敢说你没有 那你把我推开啊 别给我留一定点念想 不要 薇琪 你的心跳得好快啊 那是你的 你到底在干什么 为了一个女人 三番四次地跑来红鲜庙 不过魏琴她是怎么了 我孩子都可以打酱油了 怎么突然想求个什么 民元签 居然 还要老子对着这个混蛋下跪 算了 我是大丈夫 我能屈能伸 自己送上门找死 倒是省了我不少功夫 择日不如壮日 我看今日干脆 就在这里清理蛮户吧 你现在鼓掌难鸣 别以为老子会怕你 无言无赢 吓 雪灯 你给我等着 我马上叫人见 林小姐 看够了没 我看你 进来吧 既然就这么跟来了 我还以着大魔头 把我带去什么奇怪的地方 这是哪儿啊 你不是早就知道吗 补义人之相 寻踪于千里之外 这个能力 叫莫多 你从何得知 洁元寺的义人陆里 按等级牌 以第三十六位 您那吃相难看的老爹 也是靠着你发迹 成了如今这般脑满肠肥 看来是一个有用的能力 不过比起宁兰来说 还差点 洁元寺拿你换他入册 这生意不亏 如何 这疯狗 用得可还顺手 宁兰不是疯狗 不是疯狗也是祸端 你来找我 不就是为了他 请前辈告知 无可奉高 你尽管替条件 只要我能够做到 能做到 但是要你半条命 你可愿意 做不到就别蹚这趟子浑水 你这样的人我见多了 满口的人一到得 可一到关键的时候 派我玩 派我玩 帅你你怎么来了 别坐地什么呀 帅哥 少爷 少爷 闹我了 闹我了 我是说 少爷 我是说 你不付出点代价 就指望被救赎 这 我觉得没那么廉价 少爷 别闹了 少爷别闹了 一会儿 少爷别闹了 一会儿 还是先哄好孩子再说吧 别闹了 少爷 别闹了 别闹了 我想让你莫毒的这个人 因服下了剧毒而无感尽尸 现在已经是个活死人了 只要人还活着 对我来说就是小菜一点 话可别说得那么满 什么意思 我这次要你莫毒的记忆 不是一天两天 我劝你最好做好心理准备 别闹了 确定这个网八蛋 竟然敢侮辱老子 无缘无缘 来会儿咱们三一起上 老子不信就治不了他 我就不喜欢这小侯爷 感觉就是个渣男 你懂什么呀 人家那叫风流 我去 我这 你们俩 不是老大 不是我说 您的能力 已经是我们仨中 唯一的攻击能力了 要是连您都打不过削灯 我们去了 又有什么用啊 我咽不下这口气啊 这薛灯这怪胎 那就算再厉害 他总归有一两个弱点吧 你们二位 我求求你们俩了 别再浑水摸鱼了 我让你们找对付薛灯的办法呢 不是 老大 报告老大 我没有浑水摸鱼 不信 你看 我让你找对付薛灯的办法 你给我拿一块破石头来干什么呀 别着急 姐 听我跟你说啊 这两天 我四处打听 得着一个特别重要的秘密 这个结缘司来了一个叫做周元的信任 他到处 吸收咱们艺人的能力 吸收能力 还有这事啊 更神奇的是 你知道他是用什么吸收的吗 用什么呀 这个 就这 这玩意儿能储存异能 是不是很厉害 如果咱们有很多这样的石头 那薛灯 根本 不在话下 所以呢 上哪儿去找这种石头啊 这个叫雾饮石 你还记得薛灯说过 有个叫雾饮山的地方吗 这雾饮石 雾饮山 雾饮石我觉得 就来自于雾饮山 对了 老爸 我有地图 有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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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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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我们到了 这儿就是乌影山 喂 乌影 这座山看起来跟普通的山头 没有什么两样 真的有那么神奇的石头 我感受到了 有一股神秘的力量 正在跟我的身体产生共鸣 不愧是老大 老大说是 那就一定是 你态度怎么变化这么快 老大 别扔下我们 老大 别动 aer 嗯 遭 不是老大 你早说 他 你 你要死了呀 这也太难了吧 你们两个废物 老子不该指望你们 老大 我冤枉 我哪知道 吴隐山居然还有仗气 你们去了吴隐山 怎么了 你也听说过吴隐山啊 我老家就在那附近 当然听说过 那儿啊 以前是有人居住的 可是 十六年前 发生过一次山崩之后 整座山都充满了瘴气 再也没有人进去过 那这原本就住在 吴隐山里的人呢 谁知道呢 就算没死在山崩里 这么重的瘴气 谁活得下去呀 你看看你看看 老大 我妈要不要去找那什么乌隐石了 不去了 这可是送命的买卖 去 一定要去 可是 那儿有瘴气 不行了 我要吐了 要去你们去 我不去那包山了 我 你这个废物 怎么进不去 你就不会找个蹄死鬼 你去不去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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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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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做梦了 醒醒 快醒醒 你掐我干嘛 就直到睡醒了 欺负我 这人怎么不是好人心啊 太困了 你骂完人就困啊 都不给 都不给人还嘴的机会啊 好 少爷又在安生叹气了 自从收到了兵器打铁的清铁之后啊 少爷便一直是这副模样 看来星落剑折了这件事 对少爷打击真的挺大 这醒悦 最近真的越来越奇怪了 我昨天 是没吃过鬼花糕啊 里面 你看到我的糖花了吗 我刚刚明明放这儿了呀 又是梦游 又是丢三落四忘东西 不会吧 这么年薪就脑子痴呆了 你们知道夫人去哪儿了吗 回少爷 夫人刚刚出门了 又出门 他这疯疯癫癫癫癫的样子 该不会是装出来的吧 搞不好 他只是想避开我 臭小子去哪儿啊 爹 又要去哪儿游手好闲哪 什么游手好闲啊 行月不见了 我现在要去找他 站住 整天儿女情长的 不是游手好闲是什么 绵儿 这次兵器大殿 各大门派 都已经鼓足了劲儿 要一聘高下 你可不能丢了咱们李家 打五盟第一的面子 从现在开始 你的首要任务 就是修复星落剑 除此之外 其他的事 一概不要过问 爹 知道吗 行月是我的妻子 也是李家的媳妇 如今她身体每况愈下 如果我在这个时候丢下她 只顾那个什么 兵器大典 那我岂不是诸果不如啊 一说这个爹就更生气 自从把她取进咱们李家大门 对你的事也没有 一丁点的帮助 你也是没用 这么久了 连个孩子都鼓刀不出来 你说 娶她进门干什么 当菩萨工 本来就是个废物啊 这么多年难道你没有发现 你的孩子就是一个 扶不起的阿斗吗 你呀 你是死住不怕开水烫的 武林排名 对您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还是只想一家人 开开心心地在一起就好 行月是我的妻子 我必须要去找她 你 这孩子 真是不让人生心哪 真羡慕你啊 行月 每天都这么有胃口 我的玉之梦差不多都实现了 胃口能不好吗 什么玉之梦啊 说来听听 秘密 好 总之还差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毕行月 怎么回事啊 我找了你半天 你怎么跑到这儿还吃那么开心啊 放手 是我找秦月的 我让她陪我谈心姐妹 谈心姐妹 她一个小小偷片子懂什么呀 哎 哎 往里去 谈心姐妹这种事情你应该找我呀 对啊 对啊 那么请问 情圣李前辈 一个女人 想要讨一个男人的欢心 她应该怎么做 这就问对人了 哎呀 是时候 让你们见识见识我李孟安的三板斧了 三板斧 这首先呢 你得打扮得花枝招展的 俗话说得好嘛 人靠衣装马靠庵 然后呢 你就要去跟她有意无意地 和对方来点肢体接触 哎 来 拉拉小手啊 拉个肩膀上 等到气氛水乳交融之际 就装喝多 一把刀到她怀里 只要按照我说的去做 保证你受到情来 你最爱吃这个 嗯嗯 我有办法了 哎呀 这个猪猿到底行不行啊 打扮叶猫的我腰都酸 哎呀 这个兔弟一点都不整齐 看来还得我这个师傅亲自出马呀 哎我说你们两个磨磨叽叽的 到底在干什么呀 啊 我 嗯 嗯 当然是在等官人你啊 醒悦 你干嘛呢 三板斧啊 不是你教的吗 难道你忘了 我要施策呀 我竟然低估了血别的悟性 哦 啊 嗯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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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有情人终臣眷属 真是可笑 你说你费尽心思做这么多 不为自己 却成全别人的好事 你怎么不把这份心思放自己身上呢 好歹是结缘司的人 能促成一对情人 这不是天大的好事吗 再说了 谁说我没有把心思放在自己身上啊 我也是有私心的 那你倒是说说 你的私心是什么呀 跟我来 我有礼物要送给你 这么黑 你带我来这干嘛 准备好了吗 一 二 三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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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不许叫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看礼物啊 仲月 你故意的 是故意的 仲月 怎么了 还想拉我的手啊 谁要拉你的手 我 我告诉你啊 仲月 本世子给你一个将功不过的机会 你要是三生以内再不过来 我就 是这样吗 得逞了啊 戏弄本世子 就那么有满足感 这样你就可以全心全意地依赖我了 阿元 其实 我没有想过要逃避你 真的 所以你 其实也没有必要 那好 闭上眼睛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有笨脚的人砸的 还有 这什么意思啊 那干嘛写这句 不止这句 林烟说这些画 都是画本里的经典一句 特意给我教的 跟我来 不会留下痛楚 谢谢你是我的礼物 更会无传的幸福 上天却 肉麻 你知道相思什么意思吗 就一连写三个 当然知道 你不在的那段时间我就 那个 你要是不喜欢的话 我还有最后一展 是 算了 万一这个再不行 我就前缀继穷了 那你写的什么 大概的意思就是 你看 要不要我 不要 至少也得看了再说 让我马上脚扣地板对不对 我就知道 这就是你想说的 虽然我也不是很懂这里面的意思 但我想说的也差不多都在里面 我一起 身体核心 你准备献给我哪个 就算出了 或者 一起打包给我 放心 我也值得下 你啊 什么有诗意的句子到你嘴里面 只不过算了 是让本世子喜欢的 你说起 有了所处 拥有这一颗 幸福 还是回到那条路 爱给你保护 就算注定会 留下同居 谢谢你是我的礼物 总是没穿个幸福 想天真 温琪 你怎么样 没事我 怎么会没事 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你不要瞒着我 我只是睡得有点惨 让我想清楚一些事 那 刚刚的回答呢 谢谢你 阿元 还有吗 当然 我也有礼物要送给你 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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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来 去吧 你去吧 你去吧 我去吧 聊天 你去吧 是吗 还不快跪下 哦 好 列祖列宗在上 我为己与周园自相识以来 肝胆相召 情投意合 今日我为己愿与周园 一劫金兰 从此以后以兄妹相成 情同受足 望魏家列祖列宗为我兄妹共见证 怎么 是吗 被我感动到傻眼了吗 你说 一劫金兰 对 对 从此以后你就是魏家人了 魏家的产业你也有一份 你说 要送我礼物 就是 这个 没错 你要是还有什么想要的 可以尽管跟我说 只要是我魏琪力所能及之事 我一定满足 魏琪 你是朕缺心眼还是故意气我 我想要的是你的心 你说你要跟我一劫金兰 谁 我是给你我的心灵 所以 和你结拜 情理上也没有错吧 这根本就不是一马事好吗 我周园对你是什么心灵 你难道还不明白吗 你怎么能对我说出 要跟我结拜兄妹这种话 我上辈子 到底是造了什么孽 让我一伤你这个 眉心眉眉的鱼部脑袋 周园 我其实 谁稀罕做你佩妹 我也不要认你这个哥哥 我周园这辈子 只能做我一起的妻子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说 你让我做你的妹妹 还是让我做你的妻子 初园 初园 constante 周园 慢点 快快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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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愿你目光尘 是红花落垂 用尽这一身的缘解也不悔 小侯爷 早知道您跟周姑娘 闹成现在这样的地步 当初啊 还不如不告诉您 出云心法可以救周姑娘 我阿元的事和你没有关系 其实我才应该谢谢你 如果没有你 阿元就活不到现在 周姑娘能活到现在 都是因为您哪 小侯爷 若不是您用转生术 替她承担了所有的伤痛 和易能反噬之苦 那就是华佗在世 她也无力回天哪 所以 我不后悔 好此为之吧 小侯爷 好 希望老夫下次再来的时候 能够见到一个生龙活虎的 为小侯爷 岁山爷 我一起想求你一件事 小侯爷 请说 帮我掩盖身上的伤 这件事我不想让家里人知道 好 如您所愿 小侯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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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